今天平約失牧師的廣播 贊美主 把贊美歸給耶穌 祂是美善的 至少跟三人說 我真的太過蒙福了 我無法有壓力 然後大家請坐 嘿 只是一句 大家請坐 上帝的話語告訴我們 當耶穌被釘十架的時候 祂被釘在兩個強盜中間 上帝總是希望把祂的兒子放在中心的位置 祂說 無論在哪裡 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罪會 我就在他們中間 約翰在啟示錄聽到身後有聲音 好像是吹號的聲音 他轉身看見那個聲音正在說話 他看見了羔羊就在寶座的中間 在今天早上帝想讓祂的兒子在我們的中間 祂才是焦點 而不是人 就是全然可愛的那一位 祂的名字叫耶穌 因為有祂被傷心靈不再哭入 祂醫治傷心的人 使秘魯的得到釋放 只有一提到祂的名字 所有魔鬼都要跪下 天使高聲歡呼 你們準備好領受上帝話語嗎 好 讓我們回到羅馬書五章十七節 這節經文是我們的事工 注定掌權的標籤 羅馬書五章十七節說 如果恩著那一人的過犯 死就因那一人而掌權 那個人是誰 不是耶穌 死就因那一人而掌權 弟兄 你要教一下你的人 那個 那個 他們很可能是從其他教會過來的 是來自其他市鎮 死亡掌權是因為阿當的罪 上帝從未想過要我們死 上帝甚至從未想過我們變老 甚至不想我們念上有青春斗 Amen 上帝原本定義為我們是青春永住 永遠都身體健壯 永遠活著 Amen 知道這首古老師歌嗎 你不熟悉這首詩歌嗎 因為它不是一首讚美事 讚美上帝 當耶穌在來的那一天 我們會有一個全身的身體 猜一下怎樣 你在那個身體裡 永遠不會感到無聊 永遠不會感到失落 不會感到沮喪 是永遠 是多麼好的事 我們不會在天堂裡飄浮 那是真實的地方 我們都會擁有豪宅 不是一間公寓 不是私人單位 而是一棟樓 好 上帝把所有你渴望的東西滿滿放在裡面 因為上帝比你更了解你自己 Amen 現在不要急 還有很多事需要在這個地上完成 然而羅馬書五章十七節說 如果欣著哪一人的過範 因為阿當的緣故 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去到天堂的時候 你會發現阿當的豪宅和房子 是戒備特別深嚴 因為每一個人都想抓住他 不是不是不是 天堂是一個充滿愛的地方 但是因為阿當的罪 死亡透過阿當掌權 就更要 就更要 那些蒙豐富的恩典的人 就更要 有人說 屏牧師 你不覺得自己宣傳太多恩典嗎 我們是需要豐富的恩典 並且得公義為賞賜 那些蒙豐富的恩典 並且得公義為賞賜的 就更要在生命中掌權了 就像死亡掌權一樣 現在我們將生命中掌權 藉著所領受的兩份禮物是什麼 豐富的恩典和公義的賞賜 一起說三次 賞賜 這不是一份報酬 而是一份賞賜 公義是一份被領受的賞賜 Amen 如果我是魔鬼 我當然不是 好嗎 他哪有這麼帥 如果我是魔鬼 你猜我應該攻擊怎樣的教導 豐富的恩典和得公義為賞賜 我會教導公義就像一份 需要賺取的報酬一樣 我會貶低恩典 並且暗中刺殺那些酸講恩典的人 聖經跟我們說藉著這兩份禮物 豐富的恩典和得公義為賞賜 我們能夠在生命中掌權 當你生命中掌權的時候 魔鬼就不能夠掌權 當你生命中掌權的時候 質病就不能夠掌權 當你生命中掌權的時候 貧窮就不能夠掌權 上帝想要你在生命中掌權 Amen 所以我準備宣講豐富的恩典和公義的賞賜 聖經跟我們說 阿伯拉罕是一個完美的例子 他是信心之父 他信上帝 上帝就以此算為他的兒 現在有些人的想法 認為阿伯拉罕完全遵守十戒 這就是上帝稱他為朋友的原因 但是阿伯拉罕活在西乃山 頒布十戒之前的四百多年前 你知道阿伯拉罕活在摩西之前的時代嗎 上帝稱他為我的朋友 如果你認為沒有律法 就會放肆的這個想法 你應該跟律法頒布之前的約瑟去到說 你能夠拒絕波提的妻子嗎 不好意思 我指的是波提佛的妻子 Amen 他可以拒絕那個女人 為什麼 因為約瑟緊隨著上帝 Amen 他跟上帝有聯繫 我們不要跟一塊冷冰冰的石板有關係 他只會是跟你說 你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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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法令你關注自己 恩典令你關注基督 你不可以這樣 你不可以這樣 是人本主義 上帝卻藉著耶穌基督的補血帶來了新約 新約說 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的心中 我要作他們的上帝 我也要寬恕他們的不義 決不在 記著他們的罪惡 所有一切的我要我要都是關乎上帝 這使我們的心思意念 都是關注基督的 Amen 阿伯拉罕不是一個完美之人 他75歲的時候 聖經告訴我們 他聽到上帝的呼召 你要一直走下去 因為當時那地有饑荒 於是他繞過加南地 一路南下去到埃及 上帝從未指示他一路南下去到埃及 他意識到自己妻子是花容月貌 所有男人都看著他 我應該要說 他是我的 不要靠近他 你知道墨西哥的口音 那個不是太好的 有點傻的 我很抱歉 一位新加坡人嘗試用那種口音 他說 不如不如不如寶貝我們就這樣 我們知道你是一個很漂亮的婦人 當別人 如果法老看上你 他的神伯看上你 你只說你是我的妹妹 OK 他有一個很熟靈的理由 我的性命得以保存 這就是阿伯拉罕 如果我今天這樣做的話 無需要擔心法老會殺死我 我的妻子會先處決我 所以在那裡 法老的神載 看見了極其美貌的薩拉 就在法老面前去誇獎他 他被帶進了法老的宮殿裡 聖經說 上帝用嚴重的災病打擊整個宮殿 所以法老意識到 問題是出於這個女人的身上 長話短說 你們都知道這個故事 他把婦人還給那個人 不僅如此 他還給了他很多的金、銀和生畜 緊接著的經文跟我們說 阿伯拉罕不僅富有 而且是金、銀、生畜極多 他們知道不可能把這個財富看為 屬靈的財富 這是有形態可以計算的 阿伯拉罕的第一項祝福 上帝令他富有 阿明 現在你以為他會學好自己的功課 上帝的良善會帶領我們悔改 但二十幾年之後 還有另一位國王 阿比米勒 基拉爾王 在阿比米勒之後 有一首歌就像這樣 阿比米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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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這首歌寫的就是阿比米勒 聖經告訴我們的基拉爾王 你知道嗎 一起跟隨這個故事 有些人看著我 就像聖經裡沒有這個故事一樣 請看創世紀二十章 阿巴拉罕曾經提到他的妻子薩拉說 她是我的妹妹 她又開始玩妹妹的把戲 於是阿比米勒 請等等 你知不知道這次薩拉她多少歲 當我們剛才談論法老的時候 當法老看上這個女人的時候 她大概是六十五歲 比阿巴拉罕是年輕十歲 現在二十幾年過去了 她差不多是九十歲 阿巴拉罕差不多是一百歲 還有另一個王 外邦的王 另一個外邦國王看上了她 看到她的美貌 大家 這不是屬靈上的美麗 這些外邦國王是以眼目為主的國王 他們是外邦的國王 他們用眼睛來判斷 換言之 阿巴拉罕祝福的其中一部分是 你的妻子將再次有如嬰一樣反到頑童 即使你並不完美 Amen 這也是阿巴拉罕的祝福裡面 讓你永保青春 Amen 上帝使你如嬰反路還童的字面意思是根深 當一隻紅嬰長大 展翅高飛的時候 牠會高飛至洛基山脈 找一個地方去棲息 燒除身上所有的羽毛 牠等 等完又等 等候耶和華 然後牠長出新的翅膀 有光澤 強壯美麗的翅膀 Amen 全新羽毛 然後牠展翅高飛 躍進去夕陽裡 這次是一個完美的結合 年輕的身體裡有著成熟的思想 上帝想為你做這件事 是不是很有型 上帝使我們有如嬰地反路還童 Amen 都在阿巴拉罕的祝福裡面 上帝令牠富有 令牠反路還童 阿巴拉罕恢復青春 因為牠在一百歲的時候 牠生了一個兒子 儘管之前的婢女為牠生了一個兒子 為牠帶來很多煩惱 所以這個人能夠生育 牠在一百歲的時候 牠仍然是可以的 這個都在阿巴拉罕的祝福裡面 女士們 在你對阿巴拉罕的祝福說Amen之前 考慮一下後果 牠將實際地使你的身體是反路還童 我們在這裡知道 薩拉的身體的確是反路還童 和重新得力 這都在阿巴拉罕的祝福裡面 如果我們一起追隨這個故事 牠說 牠是我的妹妹 基拉爾王阿比米勒 派人把薩拉取了去 當夜 上帝在夢中來到阿比米勒那裡 對牠說 你該死 想像一下 上帝在夢中顯然並說 你死定了 哈哈 當第一次讀到這裡的時候 我說上帝 你對錯誤的人顯然 你應該向阿巴拉罕顯然 是阿巴拉罕說謊 這個國王 牠毫不知情 上帝卻向錯誤的人顯然 還錯怪好人 現在我們必須了解 關於得公義為賞賜 當上帝說祂 使你恩信清義的時候 祂實實在在是指 你正如自免意義所說的 恩信清義 上帝不會空口說白話 上帝真的把你當作一個異人看待 Amen 祂聽到你的祈禱 好像異人的祈禱一樣 Amen 所以你要小心你的討告 上帝並未允許去回應你的討告 祂的允許是超乎你所求的 回應你的討告 匆匆足足成就你所想所求 我們的問題是 我們不相信自己被清義 我們根據自己的表現 去判斷我們的地位 其實我們應該根據自己的地位 來判斷我們的表現 我們都清義 我說我們都清義 聖經說我們恩信清義 為什麼是恩信 因為上帝知道有時候你一覺睡醒 感覺就好像你感覺自己是 如何不潔 如何如此不義 你只要宣告我是恩信清義的 上帝視你為義這一點 全部是恩著信 而祂是不會空口說白話 祂從字面上視你為義 有時候會令人困惑 因為在我們的犯罪之後 不會期望能夠聽到上帝的聲音 至少這是我們一直以來所學的 在我們犯罪之後會脫離團契 對嗎 有趣的是很多時候 這正是上帝對你說最多說話的時候 該人在謀殺親弟弟之後 聽到上帝的聲音 上帝對該人說 你的兄弟在哪裡 他聽到上帝的聲音 上帝給他一個機會 Amen 我要跟大家說 阿伯拉罕領受了這份公義的賞賜 Amen 是不可以逆轉的 如果你清義的有效期 直至下一次犯罪的話 這樣他一開始就不是一份賞賜 聖經在但以利的預言跟我們說 耶穌帶來了永恆之義 你所做的任何事都無法改變你的地位 現在這個會讓你想去犯罪嗎 不會 他會讓你想站起來 宣告自己在基督裡的地位 你在路上駕駛 你看到一宗交通意外 無需刻意令自己立刻興奮 然後在靈裡祈禱一個小時 只是祈禱 因為你知道自己緊隨上帝 你只是說 父 請照顧剛才那個人 醫治他的身體 將他帶到耶穌基督的認知裡 你善用自己在上帝裡的地位 永遠不要用你的表現去判斷你的地位 在祂的聖結裡 耶穌的補血已經潔淨我們 從無法看到一絲的義 都從祂眼裡無法看到任何罪的污漬 耶穌的大功 是何等奇妙和完美 阿明 回到這個故事看看發生什麼事 上帝來到在夢中對阿比米勒說 你該死 因為你接來的那女人是個有夫之乎 阿比米勒還沒有親近薩拉 所以她說 她對上帝說 我主 連正義的人 你也要殺害嗎 那人豈不是自己對我說 她是我的妹妹嗎 就是那女人自己也說 她是我的哥哥 我做這事是首潔心清的 上帝在夢中對她說 我也知道你做這事是問心無愧的 多少人知道上帝能看穿你的心 上帝說 所以我阻止你免得你得罪我 因此我不容許你接觸她 現在你要把那人的妻子歸還她 因為她是先知 一個說謊的人 上帝竟然稱她為先知 如果她是先知的話 我也是先知 你也是先知 而這個在釋經學的定律裡 有一種被稱為 首次提及法則 每當聖經首次提出一個主題的時候 特別有代表性 這是先知這個詞語的首次出現 這個與恩信清義的人是有關的 不是因為律法 因為她活在律法出現已善 上帝說 她是先知 她要為你討告 你才可以存活 你若不歸還她 你當知道 你和你所有屬你的都死定了 下一節 阿比米勒取了些牛羊 腹皮送給阿伯拉罕 她再一次變得富有 下一節 阿伯拉罕討告上帝 上帝就醫好了阿比米勒和她的妻子 以及她的眾婢女 使她們能生育 因為耶和華為了薩拉的緣故 曾經使阿比米勒家中所有的婦女都不能生育 這是聖經首次提及的醫治 這跟知道自己是恩信清義的人有關 當我們為病人祈禱的時候 可能這是我們看不見結果的原因 因為我們仍然嘗試靠自己的表現 來賺取醫治 上帝清楚地告訴我們 當你意識到自己恩信清義的時候 醫治就會來臨 你可以為別人討告 醫治就會來到 有一次我在港台上說到 我正在宣講有關 為什麼人們得不著醫治的十個原因 每次當我參加一場特會 我總會發現更多人 為什麼得不到醫治的原因 直到那些原因越來越多 我是心存好意的 我希望人可以移除所有 阻擋他們得醫治的半腳石 所以我會宣講十個原因 最後變成人們得不到醫治的十二個原因 有一天我講道的時候 上帝阻止我 上帝對我說 停止取消我子民的資格 我說主 我不是故意要取消你子民的資格 我是出於好意 我很想脫去他們所有的半腳石 他說 我的補血已經脫去所有的半腳石 我曾經是一個很嚴厲的講員 告訴人們 譬如我原本是出於好意 我一直都是出於好意的 我會說 如果你沒有被醫治 尚未從上帝領受 猜一下發生什麼事 上帝沒有改變 聖經也沒有改變 猜一下是誰的錯 你們 但是現在我已經改變自己的信息 因為上帝對我說過的說話 我會說 上帝沒有任何問題 上帝話語沒有問題 你也沒有問題 去領受吧 大家 我看到更多奇蹟 更多醫治 更多突破 不過我告訴你都是實話 聖經說 當你為病人討告的時候 跟他們說 出於信心的祈禱 是要救那個病人 你如果犯了任何罪 也必蒙赦免 很多人在思想上 淘汰了自己領受醫治的資格 他們生病不是因為犯罪 他們生病是因為覺得內疚 定罪是致命的 我有一位助理教師 他為另一位生命隨危的牧師祈禱 在我國家的另一個地方 他去那裡探望那位牧師為他祈禱 他已經奄奄一息 身患是某一種絕症 我的牧師回來找我 他幾個月來一直為他祈禱 他的病是越發嚴重 於是我對助理說 牧師 你知道嗎 我一直相信上帝一直 紮備、捆綁、釋放 我已經做了一切 他說 我不知道 為何他無法領受 然後有一天 在他 離流之際 他要求見我的助理 他不想自己家人在場 所以我的助理走進房間 他說 我想跟你說一些事情 不要因為我沒有領受醫治而責怪你自己 我知道自己為何不能領受 因為在幾年前 在一次海外的旅行之中 我犯了奸淫 就在這時候 這位牧師已經生命隨危 他還充斥著內疚和譴責 他認為這是他無法得醫治的原因 我跟你說 定罪是致命的 更不幸的是 港台也因為同樣的原因 而臭命軟薄 用港道來定大家的罪 阿伯拉罕恩信稱義 他之所以得醫治 並非因為他完美 或者他祈禱 某人得醫治 並不是因為他很完美 他只是恩信稱義 你想知道為何現今基督的身體 無法看到供應嗎 像這間教會的祝福 你們看到如此奇妙的祝福 阿明 像滔滔江水一樣的湧流 你知道為何嗎 因為你們的牧師是一位 盼望和恩典的牧師 無用置疑的是 上帝的祝福就在這間教會的身上 是因為你們牧師的事工 下一集的廣播 又將人所有的心意奪回 使他都信服基督 總要提醒自己 在恩著他的服從使我得清為儀 當你有正確信念 就會活出正確的生活